恭喜2024甲城基隆中元季 现在正式开始 手持直角造型的吉祥话 在各界的祝福下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元季 将在8月3号正式展开 市长谢果良 议长佟子伟 和轮值主谱的张廖简姓 宗清会主委张通荣 理事长廖大明等宗清会代表 共同宣布即将展开的各项庆典活动 今年市政府更推出 中元季的全新主视觉 深具文化底蕴或各界肯定 我们这个设计以极致为核心 极祥的极 象征是繁荣昌盛 也代表着基隆的地理 和文化的重要性 新主视觉融合了 现代设计的理念 以及传统文化的元素 展现出基隆中元季的 深厚底蕴 我要特别感谢主谱 张廖简中清会 张通荣主委在内 以及个性中清会中长的心情付出 使得中元季得以星火相传 代代相成 那我们今年刚刚我特别也跟谢市长提到 今年的这个我们的主视觉 设计的非常的好 应该给文化局一个掌声好不好 文化观光局 我们这主视觉结合了龙 祖朴坛 还拨拨 这完全传承或是结合了我们的传统 跟艺术 非常的厉害 每年的中元季 我们记得小时候 在爱山路 庙口 大家都要拿板凳出来抢位置 慢一点点就看不到马车骑过去了 以前还会有真的马走过去 对我来说 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时候记忆 还有明星花入水 还会丢糖果 对不对 丢糖果如果没捡到 阿嬷说这文气就不好 要去唱 还去抢糖果 所以这对我们基隆人来说 基隆你们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 今年很难得是我们基隆中元季的活动 170年的从头开始 那我们也轮到了我们第一个轮子的张料检中心会 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廖大名理事长带领之下 全体的张料检中心非常用心非常积极的投入 要将我们中元季犯的如火如土的让国际都很了解 我為了這個辦事 我總是長間短一一天 短一一天 我們這個事做 所以就是我們老人家說 公安局文化部 公安局還有外交部都很主流 太陽廣場很辦很大 一塊魚代表夾陽年年有魚 一塊龍代表我們夾陽都農年上升 還有一個燈塔 大家去光照耀全世界 還有一個長龍海映 長龍集團也贊助 心情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來到駕到基隆來 這一次是碰到第三次的 張廖簡姓中青會來辦主譜 我想每一次的心情都是不一樣 他輪流一次要15年 所以這樣子可想而知 我已經年紀多大了 其實我年紀不大 因為我的心情永遠是18歲 我覺得基隆辦這個中原普渡 這個活動是 真的是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傳承 他是代表著族群的融合 也代表著所有的人 都對這個祖先 還有一些周遭的事物都非常的重視 那今年有特別邀請了我們一個 剪指藝術家 來為中原紀做了一個裝置藝術 叫做團圓 也希望每一個人每一年 在中原紀這個時間都可以帶走一份平安 跟帶走一份團圓 那之後我們也有在放水燈之前的三天 我們邀請六個企業來贊譜我們基隆中原紀 這也是第一次我們走出不一樣的一個方式 希望中原紀不是只有我放水燈那一天 前三天大家就可以一起來又吃又玩又來了解 中原紀的一個祭祀活動 吉隆電玩家 戰 張廖簡 中青衛 戰 基隆中原紀開幕記者會 與都街舞團帶來精彩的演出 現場貴賓雲集 多位基隆市議員和立委林佩祥的秘書 與各區區長齊聚一堂 共同祝福這項傳承百年的基隆中原紀 順利展開 也歡迎各地遊客的到來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詞・曲・編曲・編曲店